哈喽,在小皮翻译总结的知识点中,有很多都是在路面行驶中经常遇见的问题。 建议路面学习的小伙伴,有时间也听听小皮的唠叨,把知识点运用到驾驶练习的过程中。 希望所有小伙伴们都可以安全驾驶,没有任何顾虑。 加油,我们再做一套考题吧,爱你哦。 健康健康的感恩听 健康健康を讲解 周围法人 21. 车速90公里每小时,我必须留出来至少多少米的安全距离呢? 行驶时保持一个良好的安全车间距是很重要的,目的是可以在前面车辆突然改变车速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及时地做出反应。 车速的十位数乘6就是我们大概要保留两秒的安全距离了。这里乘6的算法呢,与之前说到的速度的十位数乘3乘2,结果是一样的。答案是B选项,车速90公里,安全距离至少为50米。 我也是可以好车的速度来辆通签吗? 答案是A 答案是B ic,要回省驼21,块链 vivector Mol是英文雄 跟着前车超车吗? 双向行驶的道路,路中间是实线,这样的道路是可以压线或者跨线超自行车的,但只能是自行车。 画面中前方正在超车的车辆完全遮挡了我的视线,而且前方路段是一个下坡,能见度很低,我不清楚对面方向是否有车。 我选择不跟车超自行车,正确做法是,我等待前方路段的视野清晰度良好时,再确保对面方向没有车辆时,我再进行压实线超骑行者。 答案是被选项,No,这种情况下,我不跟车超车。 答案赶�겼,YouTube 答案B 答案 23.我搞错方向了,我依然有可能左转吗? 当我们在选择行驶方向的时候,第一时间是要减速,给自己足够的时间来分析和辨认正确的方向。 但画面中,司机在不断地提速,在错过第一个左转等待区的箭头时,后视镜中,后方,还有车辆跟随。 这时进行刹车左转是不可能的事情了,答案是悲选项,我没有机会在这里左转了。 我漏盏。 我们下期组织访ились围,准备辈的电话,准备米。 我们下期组织访者们的回合工作。 我们上期组的组织的左转指字,准备达。 我们下期组织重新闻的 получилось, Rose,几、准备了。 中期组织的是根本方的电话。 我们下期组织的电话关系。 二十四 只看左侧后视镜就足够了吗 我在进入主道之前更新我周边的信息吗 也就是说我要再次观察我们车边的盲区死角吗 首先当我们在插入道上准备进入主道时 仅仅观察左侧后视镜是远远不够的 车内车外后视镜都存在盲区和死角 在准备进入主道的时候 还需要司机观望下车身左侧的盲区和死角位置 以此来确认是否可以安全地进入主道 答案是B和C 进入主道只查看左侧后视镜是不够的 进入前视镜需要直接观望车身左侧的道路情况 这按钮使用力量的高度按照 答案是A 这按钮使用力量的电脑 答案是B 25 这个按钮是用来调节什么的呢 A选项 根据车辆的装载来调节灯光的高度 B选项是仪表盘的亮度 司机根据车辆的装载来调节适合的灯光高度 以便可以在夜晚有一个较好的能见度 车身负重重 光速角度会上扬 角度过高的照明会影响对面方向车辆司机的眼部不适 所以要进行相对应的调整 题目中的上方画面是正确的照射范围 答案选择A选项 是的 答案选择 答案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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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驾驶员犯了一个错误吗? 骑行者有错吗? 道路本身就是一个共享的区域 每一个道路使用者都要谨慎小心地行驶 画面中右侧停靠的车辆 很显然司机没有完全地更好观察盲区和死角 盲目地开车门下车 而骑行者在经过停靠者的车辆身旁 也需要从外侧后视镜中 可以提前观望到车内司机的状态 两者都有错误 答案是A和C 为终于这个车辆 它是最好看的 到位置A 答案A 到位置B 答案B 二十七 为了和这辆车安全地交错而过 我们最好看向A B 哪个区域呢 夜晚没有路灯 我们在双向行驶的道路上 可以打开远光灯 但是当前方有车辆时 远光灯要切换成近光灯 否则就会像画面中 对面车辆的远光灯 会令我的眼部有近乎十秒的眩晕哦 那么正确的做法是 在减速的同时 我们要看向道路的路间 也就是答案B的位置 Je continue le dépassement Réponse A ou je me rabat Réponse B 二十八 R选项 我们继续完成超车呢 还是B选项 退回来放弃超车呢 我在有三条车道的道路上行驶 在我的方向有两条车道 我已经开始进行超车 因为我受到右侧实现的保护 对面方向的车辆不会干扰到我 所以呢 我可以顺利地完成超车 答案是R选项 我继续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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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超车 亚 氯 Quando 这 词 请 obe determine Oui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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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29.我按喇叭呢?还是减速呢? 我在限速110公里每小时的快速路上行驶,时速80。 左侧超车的车辆距离我太近了,我会按喇叭,以表示我的不满,也是警告他这样做的危险。 但通过车内车外的后视镜观察,我们两车的速度差很大,这意味着它开得比我快得多。 所以,我们会很快地拉开之间的差距。答案是B和D,因为车辆的速度差很大,所以呢,我不需要按喇叭和踩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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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最危险的迹象 ABCD中有哪些呢? 注意题目中的Liz and Diz 多种迹象 这是一道多选题哦 目前暂时相对ABCD较远的距离呢 线索C和D距离我们近一些的迹象才是最重要的 等待过马路的行人和后方距离我太近的车辆 无论我停下还是继续执行 都要必须考虑到行人和后面的车辆才行 答案是C和D 欢迎点赞加订阅 也感谢小伙伴们纠正错误 小狗子陈皮继续爱你哦 请不吝点赞加订阅